狂飙 第八十一集 市职机关招待所门口 除了安新和孙旭 几则带着指导组的其他成员站在台阶上 兴奋地等待着 徐忠出现在台阶上 众人激动地迎了上去 几则说 可把你判回来了 徐忠笑了笑 一个小插曲 不能把我怎么样 吉泽说道 你能回来 一些人就该慌了 现在的他们就像一堵烂墙 一推就倒 回报一下 工作没停 高小陈已经找到了 安新和孙旭正在医院里问询 徐忠说道 看来我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啊 吉泽点了点头 他们内部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特护兵房内 高小陈重新躺在了兵床上 门关着 安新和孙旭准备对他进行问询 高小陈闭着眼睛 假装没听见 这时高启强冲了进来 以孩子受到惊吓为由 请他们出去 安新带着孙旭出门 看着高启弹说 我知道 你不会出卖你哥哥的 但如果真的想救你的家人 请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海底上 惊讨配暗 高启弹的车停在荒无人际的海底上 他摘下墨镜 眼睛已经哭肿了 荒谣吓了一跳 高启弹说 瑶瑶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两个杀手 是不是真的尸骨哥故来 要杀小陈的 突然 有人敲了敲车窗玻璃 高启弹一抬头 高启强正面带微笑地 站在车窗外看着他 高启弹侧脸看着黄瑶 他瞬间明白了 兄妹俩并肩走在海底上 黄瑶已经离开 风很凛冽 高启强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给妹妹披上 高启强说道 你想问什么 就直接问 我保证说的都是真话 你是不是 真的想杀小陈 我承认 有一个瞬间 我确实动过念头 就在府里茶楼 他死死拽着那个凶手 差点搞乱我计划的时候 他是为了救你 可以 当他浑身是血 躺在我怀里的时候 我想起的都是他小时候的好 给我弹琴 把自己的巧克力豆 攒下来给我吃 我的心又软了 他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多年 都这么恨他 疏远他 有很多 你要听哪一件 说件最小的 当年震惊惊海的228枪案 就是小陈做的 他那一枪 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毁了 那是2014年吧 我和小龙 在商量宫殿局王力的事情 可是被小陈偷听到了 他又从小龙手里 看到了王力的照片 然后他和朋友 借了一把仿真枪 在下班时间 公然袭击了王力 那么大的孩子 还不明白 在中国闹市区里 开枪是多大的罪 这小子偏偏还爱张扬 做事的时候 起的还是自己的模特 高启兰说道 最后 你还是用钱摆平了 高启强摇了摇头 总有用钱摆不平的人 比如安心 比如他的徒弟陆寒 多亏你嫂子有办法 叫修理厂拆碎了 小陈的模特 又上下打点 这才勉强直言过去 可陆寒还是此盯着不放 谁说都没有用 像个苍蝇 碾都碾不走 后来蒋天出现了 他想要跟我合作 知道陆寒一直在查我们 于是他杀了陆寒 当做给我的见面礼 我能骂走蒋天 却不能得罪赵立东 我帮杨建当事副局长 赵立东恨我恨得牙疼 所以蒋天投靠了赵立东 想取代我 高启兰说道 你们的恩怨因小陈而起 所以你才讨厌他 高启强摇头说道 我恨小陈 是因为 淑婷就是因为他才死的 那是2015年了 我和淑婷 办家庭烧烤趴 来庆祝结婚15周年 那天应该是双喜临门 大家也来庆贺我 拿下了情侣大家的项目 可是小虎突然回来告诉我 项目被蒋天抢走了 我本来也想 算了 一个项目而已 可是蒋天和赵立东 把原本在我们家吃饭的客人 全都叫走了 给蒋天庆祝 你说我忍不忍 我和淑婷大吵了起来 但是淑婷告诉我 人不能总是喊打喊杀的 人上有人 总得认 淑婷说 传我谣言的 是因为只敢用谣言赏我 只有傻子才会把高启强 当成软柿子捏 我笑了 想想 算了吧 可是小陈又不见了 我们查了他的手机定位 才知道 他去找蒋天了 淑婷怕我出面麻烦 于是 他就拦住小陈 还好及时 他在地下车库 找到了拿着砍刀的小陈 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小陈和他起了争执 他把车停在路边 最后答应小陈 可以让他玩赛车 这娘俩才重归于好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车把他们 从盘山路撞了下去 后来在医院 发生的事情你知道 淑婷走了 小陈火了下来 有些你不知道的 是我开始向蒋天报复 第一次被他跑了 第二次 被我射了一个局 我第一枪打瘸了他的腿 就在我要打死他 给淑婷报仇的时候 他给我听了一段录音 高启强说着 陷入了回忆 蒋天一只手扶着腿上的伤口 一只手拿出手机 你身边有人出卖你 高启强说 你说什么 蒋天说道 我有录音 蒋天点下播放 传出一个经过变声器的怪异声音 高家有人去杀你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用你的命赌一下试试 声音停了片刻 蒋天说道 喂 高家的人已经走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帮我 你想不想我帮你呢 你想借逗杀人 你不想取代他吗 想 我会当你的妻子 录音结束 蒋天腾的冷汗直流 蒋天说 他想让我们斗得两百俱伤 你不能上堂 高启强的枪口 重重地顶了顶蒋天的头 王秘书拍出了一张红头文件 这是蒋天当选政协委员的文件 你现在拿枪指的是 京海市政协委员 高启强犹豫了 王秘书轻轻地摁下他拿枪的手 一阵风吹过 把高启强从回忆拉回到了现实 高启强轻声说道 这些年我一直在查 却始终也没查出来 到底是谁给蒋天打的电话 高启强说道 也许根本没有这个人 只是蒋天在挑拨 哥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京海吗 我走 但我要带上小陈 许久之后 高启强终于点了点头 高启强说 要走赶快走 越远越好 市职机关招待所办公区内 孙旭方明等人 正在向徐中介绍沙海集团的审讯情况 孙旭说 以蒋天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 已基本落网 不过 蒋天还有一个心腹叫做山峰 见过他真面目的人很少 陆寒和王立的失踪 他的嫌疑很大 这时杨幼竹拿着一封举报信进来 须中撕开信封 里面有一个优盘 优盘里的内容 竟然是2014年2月28日晚上 高小陈的房间 房间里的陈淑婷狠狠地打了小陈吉尔光 并且说着连夜销毁枪和摩托车的证据 专案组的人都很兴奋 第一时间在医院把高小陈控制了起来 高启兰目睹小陈被指导组带走 联盟打电话给高启枪 劝他自首 高启枪直接挂断了电话 在审讯期间还想顽抗的高小陈 在指导组的劝导下 开始交代他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事情 随着证据越来越多 强盛集团的覆灭进入了倒计时 又一起沉寂多年的冤案浮出水面 彻底将高启枪及其背后所有隐匿的保护伞 连根拔起 在护工的帮助下 刚吃了药的谭思岩父亲谭兵 坐在轮椅上 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 护工刚刚关上门离开 谭兵慢腾腾地站起来 走到洗脸池前 抠了抠嗓子 哇的一声 把药吐了出来 老爷子直起身子 精神闪烁 手不抖眼不斜 与刚才判若两人 安心拿着吃的喝的 开门走了进来 老爷子一边吃着一边说着 十年了 我装了十年了 我装了十年的疯子 安心呢 你今天来时不时告诉我 时候到了 安心点了点头说 对 谭叔 时间到了 你准备好了吗 市职机关招待所组长办公室 安心把当年理想的那封遗书 郑重地递给徐忠 徐忠看着 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看完之后 交给了对面的几则 安心又将装在塑料袋里的加油卡和购物卡 一并交给徐忠 安心说道 这是理想同志交给我的加油卡二十四张 购物卡五十七张 共计十八万一千元 都在这 徐忠说道 为什么现在才答出来 安心想了想说 信里提到过一个人 叫谭思岩 是当时市委研究室的工作人 于2006年失踪 在他失踪前一年的时间里 向省里写了十几封举报信 全部石沉大海 2006年 我当时在省政法委 来自金海的举报信 我一封都没见过 安心陈生说道 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 那赵立东的保护伞 结果不言而喻 屋子里是短暂的沉默 几则点头说 明白了 所以一开始 你才会那么防范我们 安心笑了 徐忠说道 好 就针对谭思岩同志的失踪 你想从哪入手查起 安心递上资料 谭思岩失踪后 2007、08、09年 每年都有关于他失踪的报案 报案人是他的父亲 叫谭兵 但始终未雨立案 几则翻看着资料说 09年之后呢 谭兵再没有报案 据说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差点被送进精神病院 后来居家休养 你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 能不能把谭兵找来 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他就在楼下的会客室 等您呢 市委会议室内 赵立东带领的 京海市委领导班子 与徐忠和几则对面而坐 正在开会 徐忠指出 根据案件的调查需求 谭丝岩的尸体 成为突破案件的关键点 因此 指导组希望能得到 京海市各部门的配合与支持 将案件涉及的 清华区高速路段 进行封闭挖掘 结果话音未落 已经一片哗然 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赵立东则表示 只要省里同意 他们愿意配合 但是丢了京海的脸面 这个事 没人能扛下来 这也是明着同意 实则将了一军 大家也都感到了压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